下面来讲解使用渐变编辑器 前面我们讲解了渐变工具的使用 这里面呢 下面我们要讲解的就是渐变颜色的编辑方法 选择渐变工具以后 在选项栏中单击这个位置 叫点按可编辑渐变 单击这个颜色区域 其实就是除方块以外的这个区域 哪个区域呢 现在我来画它一下 就是这个区域 就是带有色彩的这个区域 单击这个区域以后呢 它会打开一个叫渐变编辑器 渐变编辑器呢 上面的这个预设里面呢 前面我们讲过 它是一些默认的渐变 这个呢是名称 就是你选择它以后呢 这个地方有一个名称显示 它是前景色到背景色的渐变呢 前景色到透明渐变啊 黑白渐变呢 紫绿橙渐变呢 这是一个名称 这个呢是渐变的类型 可以选择像实底呀 或者是杂色渐变 这是平滑度 通过它呢 可以设置渐变的平滑度 我们现在看 它就不平滑了 如果现在你拖动的话 它就显得没有那么平滑 重点来讲解下面这样的一些颜色块 我们来认识一下 首先我们来看 上面和下面的有不同的色标 有不同的色标 上面的这个色标 我们看现在上面有两个 这两个色标呢 它叫什么呢 它叫不透明度色标 下面的两个呢 叫做色标 也就是这样的 上面的叫不透明度色标 下面的呢叫色标 不透明度色标呢 主要用来控制不透明度 色标呢 主要用来控制颜色 而中间这个区域呢 就是一个色彩的显示区域 也可以说是一个预览区域 也就是一个渐变条 通过它呢 可以查看当前的渐变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来看 如何添加删除色标 现在这个黑白渐变 如果我想改成黑 红白 怎么办呢 就需要增加一个色标 如何来增加呢 将光标移动到这个色标 平行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看一下 变成一个手形 对吧 单基础标 就可以增加一个色标 增加完成以后 接下来我们就要讲 编辑色标颜色 增加以后呢 它是一个黑色的 如果我想把它改成白色 怎么办呢 选中它 在这个位置有一个颜色 单基这个色块 可以打开实色器 选择色标颜色 红色 确定 行了 如果你想精确纸呢 可以从CMYK或者RGB来 指定一个精确的颜色 蓝色 对吧 它的位置 比较为50 表示图动 改变它的位置 这是它的位置控制 这是第一种方法 就是直接单基这个色标 第二种方法呢 可以通过前景色和背景色 或者用户颜色来改变 就是说 根据这两个颜色来改变 前景色 背景色 当然这种用的是比较少的 最多的呢 第一种是通过单基它来改变颜色 第二种最多使用的方法就是 直接双击这个色标 会打开 选择色标颜色 或者叫实色机对外框 在这里面呢 来选择一个指定的颜色 就可以了 还有一种方法呢 也可以在当前的 这个画面中呢 图形上来吸取颜色 当然这种方法呢 也是比较常用的 移动色标 通过拖动 就可以呢 改变它色标的位置 这个呢 是色标的 菱形标志 它叫做终点标志 就是说 这两个颜色 它分布的均匀程度 比如这个颜色 占的更多一点 或者这边的颜色 占的更多一点 通过它可以来拖动 改变它的终点 那上面这个不透明度色标呢 也可以改变它的终点 比如像这边拖动啊 它占的就多一点 它占的少一点 我们再来看 如何改变不透明度色标 选中这个色标以后 不透明度被激活 这个地方呢 可以改变 比如0% 那表示就是透明 现在我要进行拖动呢 就可以做出一种 透明的鉴变效果 透明鉴变要注意 比如说我要编辑一个 红白鉴变 怎样来编辑 这一点要特别注意 一定要把前面的颜色 改为红色 后面的颜色呢 也要改为和前面颜色 完全相同的一个红色 有的时候我怎么来把它 编辑为完全相同啊 可以看值啊 这个0 这个96 950 好再看它 0 96 950 说明这两个颜色就一样了 然后选择这个呢 将它的不透明度呢 设置为0% 那当然你设置成百分之其他的 它就慢慢的 逐渐的透明 对吧 就是它透明程度呢 根据这个值呢 是完全透明 还是半透明 现在我拖动填充一下 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 红色到透明 那有的时候 为什么要把它编辑 两个颜色一样呢 看一下 我如果编的不一样 比如说我把它编为黑色 然后我再进行填充 你们会发现呢 在这个红色和透明中间呢 会过渡有一点黑色的效果 从这个位置呢 其实预览里边 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了 因为它在过渡的中间呢 会往灰色去过渡 所以说如果你想使用这种 完全没有杂色的这个颜色的过渡呢 就要把它俩保持一致 这就是一个渐变 单击它就可以改变一个透明渐变 就是一个透明渐变的一个编辑方法 另外呢 如何来删除和添加这个色标 添加色标我们看了 怎么来删除色标呢 现在这上面色标有很多 我不想需要哪个色标了 选中这个色标 看选中和不选中的有一个黑色 就是这上面这个地方呢 显示黑色是选中的 按delete键就可以将它删除 这是第一种方法 第二种方法呢 直接将它拖出这个颜色滑块的位置 就可以了 向上向下向左向右都可以 一定要注意 拖动的时候上面指导看不到了 我们看不到了释放鼠标 比如我现在呢 这个红色我不想要了 我想把它删除掉 要注意 按住鼠标呢 拖出来以后 现在没有了 但是我没有释放鼠标 我就后悔了 我觉得删错了 怎么办呢 没有释放鼠标的时候呢 再返回来它还会出现 但是呢 前提是不能释放鼠标 如果你释放了鼠标 再返回来 它是不会再出现的 对吧 这点要注意 色标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必须保留两个色标 就说你可以删除 但是呢 最终呢 咱用的是这种渐变 是吧 最终呢 要保留两个色标 现在看 只要不是透明的 必有两个色标 你看这两个色标是删不了的 对不对 是删除不了的 必须保留两个色标 那有的时候为什么呢 这一点非常容易理解啊 那一个色标的话 它就表示一种颜色 如果是一种颜色 又游去懂就可以了 没有必要再用渐变 对不对 渐变就要两种颜色 或者两种以上的 才会应用到它 这就是渐变编辑器的一个使用方法 感谢观看 怎么回事 删除了吧 感谢观看